我们今天的直播就从我们的这个小小的studio开始 那我们的嘉宾还可能还在看吧 我就我们就在线等了 也希望大家可以在线等 那我个人没有看完 因为我要把这个直播先弄好 setup好 那我就跟大家先扯扯闲篇吧 这个是大选前的最后一次辩论了 我相信也是得到非常广泛的关注 那今天 还没完呢 呀来了 我们已经来了一个 已经在直播状态了 提醒你千惠 现在不是一个 现在已经在直播状态了 所以呀千惠 千惠很漂亮 问题是现在还没完呢 现在还在说呢 那我是不看了 因为我要把这个先setup好 现在我们再跟观众朋友们交代 也是顺便等等人吧 对吧 好的好的 嗯 你看的怎么样 我觉得看起来今天还是主持人主持的比较好的哈 他们真的很多的时候 但是一定是好吧 就是比起前面的两场看起来好像是要好一些 但是也能看出来哈 就是他会给拜登这个response的时间会多一点 他我感觉上好像每次有一个议题呢 总会把这个最后一句话落在拜登这边 多少心里还是觉得他我猜他是想尽量一碗水端平了 但是人没办法有时候心里他会有自己的自己的这个取向嘛 没错 这个这个主持人主持人是因为是今天是NBC的嘛 是吧 NBC在这个Tennessee的Nashville主主办的这一场辩论 那我还查了查这个女主持人的资料 他是等于是一个浑血吧 然后他妈妈是黑人 然后父亲是白人 然后他在这个他在这个 哦不也不一定是Tennessee 而是说他可能是在Tennessee Nashville上的学 叫Belmont University 学的是美国历史 那我就是我就是觉得有一点点 他有几个问题 我觉得提供提问的有一点点不专业哈 我觉得感觉你像就说 呃川普就说呃为什么他他他说 你为什么在在那个第一 前两年的时候没有把这些事情弄弄对呢 他说那那国会国会管着吗 是吧 他就可是你是总统啊 就啊说那个stimulus就是刺激方案 对啊说你意思你你总统你为什么不做点什么 他问题是说这很明显不是说总统说了算的吗 对对对 因为川普回应说是Nancy Pelosi 他不想通过这些吗 但是他马上就来去你是总统呀 这个有一点潜意识里面 对啊 好像总统难道能一手遮天 你以为这是什么鬼 这是对我觉得有一点点就是带节奏哈 误导观众的一种嫌疑吧 至少是就是你欺负 就是说有一些人根本就不知道吗 就把这个stimulus下不来 就都甩在他头上 也不是特别公平吧 总之这一点是有点点不专业的样子 但是其他的哈就包括这一次 哎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在哪里哈 我们的节目叫开放麦哈 咱们今天看的这个节目叫什么 叫关闭麦 关闭麦 而且我们能能能真实的看到那个关闭麦的效果 对吧 川普有一次直接被直接被卡卡掉了 对吧 然后有一次是拜登拜登想抢话的时候 他也确实是关闭麦的状态 说不出话了 有口型没有声音出来 是的 我倒是觉得其实关闭麦虽然川普说这个不公平啊等等等等 但是我觉得从效果上来讲啊 对他是有好处啊 我觉得还是还是挺好的 因为无论怎么样 你都听明白了对方在说什么 但是其实你要说从口头上来讲啊 从能白货上来讲 我觉得还是创不更胜一筹了 对 他肯定是more talkative 就是说整整个下来 我们看到应该他在这个air上的时间 还是要更多一些的 对吧 嗯 是 这个就让我想起了前一段时间 因为放暑假的时候啊 咱们这边很多中学生啊 就开始搞这个辩论比赛 是 我就去当过一次这个裁判评委 嗯 我就能体会到啊 因为这个题目 给小朋友的题目就是很明显的 我自己很明显 我也知道自己心里会 天平会倾向哪一边 嗯 然后在看小朋友辩论的时候呢 你就会由不得啊 你的动作啊 说话你就会由不得的 可能多多少少就会有所倾向 我非常能理解今天的主持 我觉得他可能已经尽量在保持balance 但是很明显的就是 即便是拜登没有要回应 他说你有什么response吗 这个川普这边要response 我没时间了 没时间了 赶紧往下赶 多少是还能看出来一点的 还是一上来 我们今天再跟大家预报一下 等一下可能来的嘉宾哈 这是他们答应我们的哈 如果他们不来的话 那就是他们爽约了 我们可能等一下会来的 还是大家很熟悉的Tony Tony徐奇 然后有可能会参加 还有是邵阳 我们Fremont的市议员 然后还有有可能来的是 Albert Wang 王彦邦医生 和薛海培先生 他在华盛顿 也许会有一些不一样的perspective 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今天的嘉宾这样的话 还比较平衡 大家都会从两方 对来看啊 是 就会觉得有不同的意见 我觉得这样也挺好提供给大家 就做多方便的一些思考了 对不对 没错 本来也 但是我是觉得今天的议题 因为议题是早就都拿出来了 就是这六个议题 看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新鲜的东西 而且其实他们中间好多说的话 就他一张嘴我都下面的话 我都大概都已经听过无数遍了 就是没有特别的新鲜的 对不对 没错 炒冷饭的这个嫌疑比较大 但是我就觉得 即便大家也都知道是炒冷饭 就是这些议题 你就看你怎么炒 能炒的让大家能够相信 即便是听了那么多遍了 两方其实都听了很多遍了 就是看大家最后能相信哪一方 对我们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就觉得说 这不都是说过的话 太阳之下并无心事吗 但是好像到了后来的时候 多多少少 因为谈到这个谈到一点点邮件门的 这个事情 然后问到中国的时候 但是还是我们看出来 并没有特别去深挖 这个主持人也是 其实有几次也不知道故意 还是无意的去帮党了一下 对啊 我是觉得今天因为每次传统的话 最后一次总统候选人辩论 他的议题都是会着重放在外交上 所以其实很多人都想看 今天的这一场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就是在这个timing 刚刚拜登他儿子的这个邮件门出来 所以大家都很想知道说 你这个事情如果问到外交问题的话 你该怎么回应 我其实我觉得拜登 我是挺佩服他在哪里 有这么一个坑爹的儿子在 这爹还挺坚强 然后主持人开始介绍的时候 经常介绍说欢迎第一family 然后第一夫人也希望你康复的好了 然后就欢迎拜登family 然后还专门说了欢迎拜登family 还有Dr.拜登 当时我就心想了哇 这个镜头给一个看看Hunter在不在啊 肯定不在吧 你觉得呢 他肯定不会在在这样的一个场合里面 然后我也觉得说你看又是Dr.拜登 其实我觉得 周拜登的太太在上次动员大会上 我觉得对他印象是非常好的 因为他一直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嘛 我觉得他其实是给周拜登能够补充给他天分不少的一个人 但是你也会想到说 这个孩子怎么教育成这样的 这坑爹的这个儿子怎么教育成这样的 这个Hunter 所以我看最后问到那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 Tony来了 Tony来了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就是他回答问题 说你那个你有没有从中国从乌克兰拿钱的时候 他就回应说 Trump你的那个税是怎么回事 你的750块的税是怎么回事 这个话题转的太深 对我觉得不是特别公平 在这点上 就是说你明明确确 这个是一个特别引人关注的一个 大家好 一个很万一是真的的话 会非常惊天的一个故事 但是你把这个非得和说川普在中国开了一个账户去 好像这个你也有问题 你也有问题 我先问一下你再问一下你 好像要level一下这个ground 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两个事情确实和川普说的一样 这两个性质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在任的 我是一个商人 我开个账户吗 你这个是你你在任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你是用你自己的office来去take advantage of this 利用公共权力去谋私利吗 对吧 So Tony Tony 你好 现在辩论完了吗 刚刚看完 刚刚辩论结束 总的印象怎么样 嗯 总的印象 我觉得两个人今天都发挥的不错 要我说更好一点的话 可能拜登更好一点 因为我可能之前对他的expectation比较低 所以感觉就是他今天还是表现的就是说 绝对你看完这个更不会相信他是老年痴呆了 对啊 这是毫无疑问 而且他躲闪 那个关键的问题 他躲闪的还是挺好的 大约是9%的人还举棋不定 不知道我到底现在是该投给拜登还是要投给川普 所以不知道今天这最后一场的这个辩论呢 能会不会给大家带来一些这个飞向性的影响 那个Tony觉得呢 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 Tony go ahead please 我是觉得就是今天的那个辩论应该对最后结果没什么太大影响 没什么影响 因为两个人都基本上怎么讲呢 就是没有特别的赢家 然后特别关注的问题就是也被躲闪掉了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就是说 Trump try best 就是说是想把那个拜登的儿子就是亨特拜登的事情 但是拜登全部都躲掉了 然后呢 拜登在racist上面要打那个川普 川普马上把自己的record全部拿出来 然后又攻击那个拜登的那个record 就是1994年的criminal bill 也被他闪掉了 对吧 我觉得川普比较吃亏的是第一个问题 就是COVID-19 这个问题对他是不利的 然后呢 他又纠缠了太长时间在这个上面 所以基本上就是我听完这个话 我觉得很多人已经是没有太大兴趣听下去了 那我整体感觉就是这个辩论对双方的影响都不会大 该投谁的还是会投谁 摇摆不定的人可能还是摇摆不定 还会继续看就是后续 比如说是那个硬盘门的继续发展 怎么样 他们可能在决定 就是现在不是每天一个料吗 所以你也不知道怎么会不会影响这最后9% 这9%基本上是会决定胜负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差不多双方的铁盘都是各有40% 真正决定的就是最后大概就是89个百分点的中间摇摆的那些人 所以还是要看 我也是票已经投了 所以基本上今天的辩论对我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跟邵阳讲的一样是在看秀的心态 来听听艾尔哥 这件事情要说什么来着 虽然很多人投了票 但我不同意这个辩论对这次选举没有影响 因为已经投票的人都是铁板的人 因为他们已经决定了 不管说什么都不会改变 其实是中间像我同意Tony说的 是剩下还没有决定人来决定 主要是在摇摆州那些人 这些还没有决定的人会决定这一次的选票 所以这些人还有很多还没有投票 3000多万的票离这个全部的票还差很远 所以还有许多的人还没有投票 今年据预测来说 今年的成长应该是最高的 今年成长应该是最高的 所以这3000多万只能算是一小部分 现在还会有很多的人投票 最终我们也都知道 只有几个摇摆州重要 其他的人都不重要 所以我不晓得摇摆州那边的人投票的信息是怎么样 还有多少人没有决定 只要知道这一点才是 而不是总共多少人投了票 跟多少人没投票 所以那几个州有多少人投票 多少人没投票 对对 就是加州投再多票 其实也是都无所谓的 反正都是拜登赢的 就是 关键还是摇摆州 摇摆州的 摇摆州的话 我想讲两条 第一条就是说 当这个川普把这个拜登逼到墙角 然后让他说出那句话 就是说我要来结束石油工业的时候 那么马上川普就拿出他的话 就提到了说 你们在这个 滨州的人听听看他讲什么 你们在 欧哈亚州的人听听看他刚才是什么样的讲话 所以这样一讲过以后 他的确是想用 在这个仓促之下 拜登被逼急了 把他的这个本来的这种想要讲的话给讲出来了 那么就会来影响一些摇摆州的居民 那么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就是实际上在川普他现在还是用一个这个上次我们就听到的 就是说你47年了你都没做什么 你在奥巴马这8年你也没做什么 你就是一个会说的 你就是两块嘴皮子 然后你根本就不做 他是用这个来攻击对方的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 虽然并没有什么新意 会让大家有一个问号在他们的脑子里说 你上次讲了 我们选你了 你没做 那你这次又讲了 我为什么要相信 好 那这是第一个问号 第二个问号呢 我记得这个拜登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这次的选举不在乎是你川普的家族 也不在乎是我的家族 而是在乎我们电视机前面的千家万户啊 哎呀 那好三情啊 这些的表演 恰恰就是集中在说 那如果说今天你的家族有很多的丑闻的话 那么他又讲了说 哎你们要看人的品格啊 你们选人要看品格啊 那么这些本身来说 的确是有一个问号在那里 尽管现在事态还在发展 我们还不知道说 很多现在所爆的料 那今天的话 这个亨特拜登的有一个这个合伙人 叫Bobulinski 也出来来作证 是说这个他就忍不下去了 他把这个过去和 亨特拜登的这些的邮件 什么东西 或者他看到的 他听到的都说出来了 也指出说那10%的 那个股份要给那个大佬 就是这个拜登自己 那么这些本身来说呢 都会让大家更多的去关注这些的话题 那么这些话题 不知道还会不会继续发酵 那么继续发酵的话呢 会指向什么样子的一个 一个最后的一个影响力在那里 因为毕竟川普已经 已经讲了这些的指控 然后拜登都说 哎这不关乎我的家族 而且你们要选我个人的品格 等于是看他会不会将来被打脸 如果说当然 所有东西都最后就烟消云散了 他不会被打脸 那么的确他有这样子的一个诉求 但是我记得很清楚 当他讲到这个时候 他的表情 他的那个眼睛 都是盯着镜头 对着台下的观众来讲 对着屏幕前的观众来讲 这一点要比川普 不知道好到哪里去 对对 这个我完全同意 你看最后题是宋芬提 最后题宋芬提就是说 你如果是在这个当选就职的演说的时候 你要讲什么话 你看他又来了 马上就进入这个角色 然后就可以非常游刃有余的来回答这个问题 不像川普根本不诗像 本来是一个宋芬提 而且他先答 他做了什么 实际上我觉得 从辩论技巧的角度来说 那么川普实际上还是不如拜登 是 他还有一个 拜登还有一个 就像您说的这个 不是川普 family 也不是拜登 family 是电视机前所有的family 他还有一句话 是在他的rally上讲过很多次的 今天我一听 听他又说说了 说哟 这这这成了 这走到哪讲一次啊 就说那个 没有什么red states 也没有blue states 你是united states 他的这些 讲出来 不管怎么样都会让你觉得说 哎 这个说的好 无论你的立场怎么样 你说的这个话总是对的呀 对不对 就是最后一题 这个东西其实 这是欧巴马的话嘛 我第一次见到欧巴马在跑了奥头 就是说嘛 there's not a red state not a blue state it's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都是这么说的 但是问题是川普 确实在拼命在那边stress 你们民主党治的不好 你们就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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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找来的嘛 是不是有一点这个意思 邵阳这个非常厉害的政客 非常会twist back 非常会把这个 政客是反应是吧 好的说成好的 政客反应吗 是吗 那对不起 政客是什么意思 是从政者 明显官员 对啊 你骂我这个政客 这个简直是 这个不给我面子 明显 就是最后一题 我同意邵阳的说法 其实是个送风题 而且川普应该 而且川普先打 就应该川普先把拜登 拜登那段话 他先说一遍 那个拜登就很难说了 对吧 他当时应该是按照 然后他又去大骂了一通 那个民主党是很愚昧的 这明显的最后那个问题 显得就是 拜登 more presentation 就是更总统 我想回两件 回两件事 邵阳刚刚才提到 一个说拜登 七年做了什么 没有做什么 你不要忘记 美国人也没那么蠢 拜登是副总统 特朗普是总统 副总统能做的事情 有多少 Pence能做得好事情 再删了头一个 tiebreaker的票 那川普 这个东西是不可以 直接比较的 对不对 那川普做了什么东西 Heltscare plan 说了三年半 有出来个plan吗 没有 Infrastructure plan 说了半天 有出来吗 没有 强造了吗 确实造了一些 有没有造好 墨西哥有没有付钱 没有 是不是 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的 大家心里也都雪亮的 很多看得到这些东西 那川普其实就是个 destroyer 就是什么事情破坏的 但是没有 我先加一句 只有这个NAFTA 只有NAFTA能够重新做 2011年是有通过一个 water infrastructure的build 所以你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做 它有infrastructure 就是两党一起通过的 就是2011年代 好的OK 那有一个 真正的infrastructure 我们的想法是公路 是机场 是public building 这些东西 water当然也很重要 没错 但是在我们的想象里 不是一个整个的 comprehensive infrastructure plan 对吧 所以在这个上头 有很多东西都是 你可以说这么说 拜登什么都没做 拜登副总统能做什么 川普是总统 没做什么 这个才是比较重要的 Paris Accord退出了 Iran退出了 所有都退出了 有没有换一个新的呢 没见到 对不对 所以必须要 能够改变问题 就把过去的变好 而不是把过去的全部破坏了 然后就说 没了 没了 我做了 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负责的做的 这想法 我插句话 我插句话 我刚才听到Albert Albert讲到就是说 把过去的这个错误修好 这个我再一次向这个 很多观众朋友 包括我们参加节目的这个 嘉宾们道歉 我这个 由于一些技术故障 又是第一个地址呢 没有很顺利的出去 那又导致我们这个很多人 可能很生气的来了一下 又走了 但是It's ok 我们毕竟还在recording OK 所以说这个讨论 我们可以讲完之后 其实还是可以real time 去发出去 那我这道歉 就是这个 我这个做了三次了 还是没有做好 现在有多少观众啊 我都不好意思说 一亮 没关系 It's just a poll It's just a debate It's just a debate Right 我要学一下 Kamala Harris It's just a debate 我也分享一点吧 其实我也看了一点 我特别想分享 那个就是说 其实大家也都知道 就是说很明显的 就是川普是 不是一个politician 他不是一个政治家 对吧 然后他说话呢 就是没有 Biden说的好 Biden好几次 你看说一说到 就是他的家庭的问题 他说什么呀 这不是关于你的家庭 也不是关于我的家庭 It's about your family OK 直的镜头 It's American people's family 对啊 这个就是这个是 他其实这样很巧妙的 就把这个 本来是他自己丑闻 缠身的一个情境 摆脱的很好 另外一个 我记得还有一个 什么情况 也是讲的说 对 川普就讲说 你看抗议的时候 红州啊 蓝州啊 共和民主党的州 怎么样 死亡人数还很多 然后Biden就说 根本就 这个不是一个 红州和蓝州 这都是United States It's not about red states or blue states It's about the United States 就这些话听起来 非常的smooth 但是我确实也是觉得说 没有太多的内容 这个这是我们 一直以来的一个感受了 OK 我再次道歉 然后我再再讲一下 就是说我们11月3号 虽然很多次失败 我们还是打算 11月3号要进行一个 从傍晚到深夜的一个party OK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很多嘉宾 可能我们也欢迎他们来 真正到我们studio里头来 然后我们 maybe我们已经是一个social bubble了 我们可能也不会特别顾忌social distance 但是呀 希望大家能关注 大家继续说这个关于辩论的事情吧 Albert你也不老来 你多分享几个吧 我们其实挺想听你 我等一下就要离开 因为我还有另外一个commitment 8点10分 所以不能待太久 开始的时候遇到乱 也没有什么特别多分享 我觉得这次辩论的substance比较多 大家各讲各的话 最早把该讲的话讲 互相打断互相吵架 so that's good 那听也没什么新意 也确实是没错 同样的事情再说个十遍就是了 但是给可能给一些新的观众 我不知道多少人看了 多少人是没有见过 没有直接听过这些议题的 对他们来说可能还是有些意义 对我们这些已经听过一百遍的人 是没有太多心意 至于多少人看有什么影响 我们等着这个after那个 其实在电台上现在 I'm sure doing that already吧 大概现在就在做一些 应该很快就知道了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那个直播人数 我是扫了一眼 大概看到好像cspan是一百万人在看 然后零零散散有其他的一些outlets 大概都是几十万人 我觉得加起来可能也不会超过五百万吧 应该不会有吧 不知道 我觉得有几百万 你觉得不止 我稍微看了一下我的facebook的fee 好像没有什么quotable 我也有民主党朋友 也有共和党朋友了 没有什么大家有什么quotable 够出来 好像这是没有什么highlight 没有什么亮点的一个特别比较亮点的一个 没有新内容感觉 对 吵冷战吵的比较多 对 你都可以看背下来 他们要说什么都基本上快背下来了 好 今天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就是川普把那个拜登逼到了 讲出就是刚才我提到了 就是把那个要那个ban那个oil industry 被他引诱出来了 然后这个我估计可能会上那个headline 就是明天可能会障碍 拿上去门就会出来了 对对 就是这个大概是唯一的亮点 其他的好像也没什么就是特别特殊的 就是很多右派群众希望看到的亨特拜登的东西 是基本上被拜登非常好的handle过去了 其实我觉得自己不是这个坏事了 因为其实这个事情如川普自己讲是没有必要 他有很多stereo game 就是Rudy Giuliani去讲这个事情 这样也不需要川普自己去讲 所以的话这个事情就让媒体自己去分析一下 也不是坏事 让川普自己去做的攻击手 我就也是一个浪费吧 所以这个事情他不做 我觉得也是一种策略 但是说到中国的问题的时候 就是说拜登再一次就说你这个贸易战打得很差 就是赤字又越来越高了 然后川普说了一个什么 说那你这么多年你都没有charge him anything 然后拜登冒出来他那句非常有名的malarkey 对吧他他不是经常爱讲的一个叫malarkey malarkey什么垃圾还是什么意思 马还是马屎的意思 然后拜登我记得有一个小细节可以可以分享 就是他本来特别喜欢讲一句口头才叫come on man 对吧 come on man 今天今天讲的是come on 没有man 这都是 come on 至少讲了八次 我还当时话了话道道我都没看完 他还爱讲说说什么 说number one 然后number two什么什么什么 结果他刚刚说完川普在继续说的时候 川普也引用了他的这种巨型模式 前面回应了什么number one 然后number two什么什么什么 我说两个人互相debate的时候就是会互相影响的 我觉得说这个有一点就是我们刚才大家并没有琢磨太多的 就是比起第一场辩论 那在这个wallis他有没有这个站在一边对吧 大家都说川普是一个人在跟两个人辩论 那么在第二场本来的那个主持人 Steven Spann的那一位 Steven Scully 他是因为他的这个社交媒体当中的留言被曝光 所以就影响他的这个中立度 那么他就被迫这个辞职了对不对 对 那么第三次就是今天晚上 你们怎么看这位的主持人 你们觉得他的问题是否有偏向性 还有呢 很明显嘛 规则的时候有没有偏向性 Tony那问题还是很有偏向性的 我讲一个example就是他关于问到那个电厂的 他就主要提到Texas 就说Texas有些电厂的工人啊怎么样 民主党一直都想把Texas变成一个蓝州嘛 所以那么他就会讲Texas 为什么不讲加州呢 为什么不讲说加州最近烧火 有这么多的烟 为什么风机不好 所以他在选择问题的时候 其实上次有偏向性的 他关门去找一个共和党的一个州的问题 来去把来去问川普 而且是一个相对来讲是pinkish的共和党的一个州 我就说如果是这样 你应该问一下 比如说Maryland的那个黑人怎么过 比如说Maryland就是民主党的州了 或者加州最近的山口完全也没有讲到 这一点在 其实我也是NPR的视频 很多人就说你是经常看Fox 其实我不看Fox 我的主要新闻来源是NPR NPR的本身每一个故事其实上都是公正的 但是在选哪一个故事去讲的时候 他会找一些对他们的 有好处的故事 这个故事本身没有问题 但是在选故事的问题上有问题 刚才我就讲到他在选这个问这个问题说 你看 你看德州的电厂的工人 因为你这个EPA的原因导致他们生病 这本身就是一个有指责性的一个问题 有风向的问题 可以这样去说 我还是觉得有有谈到就是说拜登的儿子的时候 其实那个主持人还是多多少少帮他挡了一下吧 那个那个挺明显的挡了一下 因为川普说 Your son give you the money 对吧 他说You are the big man Aren't you 他意思你就是那个邮件里头是那个分钱 那个大佬对不对 然后这个时候主持人马上就说 对不起对不起 我们就不说这个事情 其实这个是我相信 不管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好奇心来讲 大家确实是很想提看一下他的反应 对吧 当然拜登大部分时候这种问题就是not true 然后他的微笑非常的漂亮 我不得不说拜登笑得非常 出的牙签露出来 这个 薛海培 薛先生来了 好久不见了 说几句吧 有没有 拜登的笑容和千惠有一笔 没有吗 这直播啊 海培提醒你一下 这个是real time 没关系 这就是你 看到这个辩论怎么样 感觉 呃比上次确实好多了啊 是因为这个关闭麦的原因吗 还是因为其他的 当然是后面这些 这些这个让campaign的这些人跟他一个劲打打招呼了 就肯定了啊 再再像上次那一次那不就完蛋了 这样本来还有点 你是你是说谁 你是说campaign人士 我们川普啊 川普的campaign 拜登还是状态还是一样的 好很多我觉得 呃我觉得其实川普没有准备的很好 其实有一个example我觉得蛮特别的 我听得很清楚 我都cringe一下 他就讲印度就讲那个environmental的时候 我说India is filthy 当然他马上说 India's air is filthy 这个问题这个环保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他应该是有准备一定要回答的 每次都有问到 嗯 所以在这一点上他就不应该这个 这个feel这个事情呢 确实有点问题的 因为就好像他他有一个选择非常的重要 我一听到就是说 哎呀 如果你是印度人的话 他可能就听得不高兴 对 但是他心中会很不高兴 就说我妈很丑 就说你妈很丑 可能是真的 但是你让讲那种 我听得不高兴吧 呃 他马上讲完说 the air is filthy 其实上就证明他没有准备 他完全在说 他的ear quality is really bad 导致很多那边是不一样的 稍微不一样的讲法 讲法的话呢 这个问题就回答了 回答了非常好 嗯 这个问题肯定是要有准备的 但是我觉得他说居然没有准备 我就觉得很纳闷 George你那有点卡 我替你把话说完吧 就是川普就是一个说话不够准确的人 这是他一直的 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entertainer 对吧 他的这个reality他非常的fun 他非常好笑 然后他非常会调动现场的气氛 但是他确实说话不准确 这是这是他可能就是 他的性格的一部分吧 我们还是想 还是可以准备的 海培你 好像你跟他也可以讲的很spontaneous 当然是有准备的 就是你很多这些用词 你是有准备之后 如果我要讲印度 我会用什么样的一个字眼 如果要讲中国 我要用什么样几个字眼 这几个字眼的话 你首先要准备好 到时候你就很容易就拿出来了 但是他好像这么就没准备 他比较impulsive 就是说他想要讲的话太多了 对不对 你看air时间 实际上还是他时间最长 就是他满肚子都要讲 然后他根本就没有时间去组织自己的语言 去用一个准确的话 把它deliver 那还是我们把话筒交给海培吧 海培问你个问题吧 就是说你觉得这场辩论有任何的新意吗 就是你有任何觉得有新鲜的地方吗 哪怕是两个人的动态呢 我确实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新意 在这次的讨论上 你的嗓子都哑了 你最近忙什么呢 你们DC在这个大选临近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一手的不一样的看见的 对啊 真的是那个看完 看完就是说比上次好一点 当然其实是更多的是 从我这个角度 从一个支持支持拜登 而不支持川普的人这个角度讲 当然是有点担心 这次这次今天晚上 如果拜登这个表现比较差的话 可能给了一个川普 一个突破口的一个机会 但是今天晚上 我说实话 我是个人是认为 上一次辩论 其实我觉得除了这个川普的 这个台风很差劲以外的话 但是从辩论的表达和气势上面 这个川普都是赢的 我对上次是这个看法 但是今天晚上 我的感觉 你这要我打分的话 我最保守的是打了一个评分 那么我甚至觉得 这个拜登还赢了一点点 小赢了一点点 所以说那个作为一个 我同意 我也是觉得拜登今天发挥的好一些 对今天他发挥的比上次好 明显你看他最后结尾 这个句子组织这些 我都没想到他还能组织的不错 这个所以说这是可能 作为一个最后一次机会 从作为从公共场所的这种机会的话 给全国观众可能川普没有达到他想要的一个东西 就是在这次上 帮我帮观众回忆一下 你们说的最后一个组织很好的这个句子 是关于什么内容的 就是说你在就职典礼的时候 怎么对你没有选拟的那部分选拟 对对对 说然后呢 拜登就是说 不管是你选我没有选我 都说我就是你们的总统 就是这样子 非常高大上的那些话 对对对 然后呢 对对对 但是呢 川普就是又把那个拜登骂了一遍 就是等于是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应该是刚才我也说了 那个拜登表现了more presidential 对 就是这个是我老翻译不好 然后他就是更有总统像的样子了 另外这个题就是刚才这个邵阳也提到了 按道理说是 拜登这一段话应该先问川普 川普应该是把他先讲一遍 那个拜登就很难讲 你不能跟他讲一样的话 这个没错 然后这个机会被拜登抓住了 我觉得这个应该会让支持拜登的人会更支持他 同样的一个情况也出现在一个 就是拜登有一点点意思是说 我们请大家看好 他是什么样的人 我是什么样的人 大家好像都清楚 然后那个意思 然后说我们现在是our characters on the ballot 就是再一次就是我是好人卡 对吧 我们叫这叫好人卡 你看这个 这个川普看得很不错 跟他说你是个corrupt的 你的儿子 corrupt的politician 直接就打回去 直接就打上去了 如果是那些 就是最后那个硬盘们证明他真正有事的话 那个就不是得分的东西 对那个词会用的更重要 就是这个川普就打的 打马上打的就比较好了 所以就被他handle掉了 千惠 你觉得谈到中国的那部分的时候 你有什么有印象 或者有分享的吗 你是说他那个马上川普就自己说出来说 拜登在中国拿了多少多少钱 这一部分吗 还有他带他儿子利用这个国家的钱做空军二号啊 这些内容吗 基本上 他挺长一段 我感觉说中国一段还是蛮长的哈 拜登也提到就是说 我和习主席见面的时候 我就说你说什么东海识别防卫区 我就说我们就要飞 对吧 他好像显得非常的强硬的那个样子 我是觉得其实在对于中国的这个态度上 其实两个人是有重合的地方的 本来都有各自的强硬 只不过是强硬的这种方式不一样 还有北朝鲜那一段就川普handle的也不错 对对对 他说如果不是他的话 那奥巴马的说的是怎么样怎么样 如果不是他的话找打起来 他说了为什么2016年我出来选啊 就是因为你啊 就是因为你的你和你的老板啊 因为你们留下这么一个烂摊子 你们马上就要打起来 所以我才接手这件事情 而且我把这件事情还做得很好 其实就是说跟北朝鲜 如果打一个核大战的话 我相信绝大部分美国人是不同意的 这个问题其实是川普得风的 对基本上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些事情 只不过是再重复加深一下印象而已 那我说实话 对这件事情从外交角度讲 这个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川普这个总统 不应该去讲这样的这种讲法 就是说可能在这个debate上是可能是不错的 但是你想想看就是说 这个奥巴马总统下台之前跟你两个四人讲说 这倒也是 这个你这把美国的所有的国家机密和重大决策 这倒也是 也算不上国家机密吧 他就是说他只是说是个mass 就是说当时的情况不是特别妙 而且时过境迁了呀 现在没有他说的有有这条 我觉得是我想从我们只能从常识判断是不太准确的 当然川普这人讲话讲谁谁变化讲话 早就习惯了 就说他说这个这几个月之内 如果不做其他事的话 美国和北朝鲜就打起来了 但美国的搞这个事 已经搞了世界20年了搞这个操作问题 也谁谁也看不到说就就那几个月就要打起来了这个这个征兆 这个美国什么可能跟他就打一场核战争 就是在那种情况下 也许他就是说可能misscharacterize就是欧巴马当时谈话的context maybe就是欧巴马就说这是一个棘手的山芋 对吧 很烫手 那他可能就会把这个稍微有一点点夸张 就是说欧巴马说了这个要打起来 但是我同时 他的意思就是说美方已经决定未来几个月搞不好就跟北朝鲜就打一场核战争 那我觉得他也不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他他今天表达的也不是这个意思 非常接近这个意思 你只需听听这个 他的意思就是如果否则的话要打起来了 如果不是他的话就是他避免了一个一场核战争 没错 没错 这个我同意的 但是我觉得拜登讲的那个朝鲜战略 那个我觉得就非常的naive 我真的我觉得还在说的是过去的那套老套 这个事情你得靠中国解决 谁不知道是靠中国解决 然后说我们对和中国合作 然后怎么怎么样 那六方会谈谈了多少年都谈 一代人都谈老去了 这不能讲的核武器越造越多嘛 其实实际上这样直接打起来 真的我就觉得 说明这原来的做法是不成效的 而且是fail的 对中国也是一样 我觉得这个题目其实上是川普是得分的 是他说拜登说对中国 我要告诉他们我要上台之后 我们说要play by the rule对不对 你play by the rule是20年30年了好吗 在这种做法说法的话确实有一些问题 这个当然是两长都有这个问题 但是就是讲的 比如说他说拜登说 那我是不会跟这种dictator见面的 对吧 这种说法确实是有问题 确实是有问题 包括美国你们知道美国这几十年来 这个伊朗在联大的大使 就是数次要求跟美方外交 这个外交 这个美国国务院见面 美方每次都是说我们不跟这样的政府打交道 就是你说你说这个根本哪有这种必要 这个一定要叫伊朗要大概要承认错误 还是干什么事 然后才能才能打交道 就是这种这种外交上的这种 这种arrogance啊常常也是不是个从实际角度来来对待问题 这个这过去这些方面都有问题 嗯 邵阳还有没有什么可以聊的嗯 啊我觉得呃我的观感就差不多就局限在这里了 哦 ok 其实我我我对我是真因为大家都就是虽然大家大部分人都不太信民调了哈自己看民调的方法也都不一样了 但是有一种说法就是因为今晚的辩论这两位呢一方面是大家都看到说拜登的民调在前面 所以川普会希望用这最后一次呢怎么能够挽回一些些来 能够把那些摇摆的那些9%的人的心呢往自己这边拢一拢 然后拜登这面呢如果他只要没有失态没有说错话就算就算是他今天就表现就完美了 就可以达到他的这个继续领先就是至少在这个民调上继续领先的这个趋势 因为马上就是加速度要冲刺了也就是最后这10天的样子了 嗯对 这个我觉得就是说其实拜登挺勇敢的他讲到这个brisma那个公司对吧 那个乌克兰公司的时候他还说他他的意思说是我当时我们处理那个 那个一些是具体的细节有一些错误他还说I've done wrong 对吧他他这么说了一句 但是他总体来讲他把这个就是说讲到就是说但是我在美国的利益上没有让出半分去 我们想谈到的这个exactly就是我们实现了这个他就没有讲就是说under table maybe有一些其他的东西 那这个也是这么这么长时间来 其实主流媒体真的是完全没有pick up这样的story 不是这样的事情同时如果放到川普这边的话 我们真的可以想象这是铺天盖地的一个你这样stealsteal dossier的这个事情 那么没没有什么实际的证据都可以搞搞那么长时间找搞mullery去调查 然后民主党去开去弹劾他 拜登这个事情虽然说这个时间点出来是很显然是为了干扰大选的 同时我们也知道这个证据可能还没有那么强烈的一个支持哈 但是媒体真的是压根就很多就完全一个诺这个也不正常吧 海培尼 俄国人我为他真的是非常的这个同情啊 动不动就把这个脏水往他身上泼啊 一个俄罗斯一个伊朗对吧 现在出来一些证据马上就讲说就是俄国干的 对尤其是这个呃像这个呃众议院的呃情报委员会的这个头 根本没有任何的情报的这个依据就马上一口咬定说这是俄国人干的 yeah 我觉得哎呀怎么俄国人每次都出来背锅啊你知道吗 对啊 而呃 而且就是辩论里头也是顶 Hearing jlish 主持人你要刚才教养你的问题说他是不是公平 他他我觉得说 жиз此拿这个俄罗斯来 press 大勺去了 我觉得这个已经是每一次辩论必提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其实真的挺没啥意思的 我在这打断一下我们现在刚才 Tony问我说我们多少个人在直播啊 还是不多 因为我搞坏了 但是现在 渐渐在争夺中 所以我也想跟在线的这些朋友们 真的再次感谢你们 也再次道歉 如果说你们是第一个链接 没找到第二个找回来 我们就太感谢了 同时也在做一个广告 我们11月3号的时候 真的会把很多嘉宾 我们真的好长时间 没有面对面见面了 我们准备10月3号搞一把 开一个party 不管是谁赢谁输 我们都想吃点喝点 然后跟大家交流一下 然后海培 你到时候能不能也参加 给我们报一些一线的情报 然后看看在DC发生什么 如果当天晚上出大事了 给我们当correspondent 可能会到哪个battleground 去待一两天 可能都不会在DC DC现在是个死城 空城是吧 死人城 没人 马路上 这给我们分享 这题又挺有意思的 感觉就是说 过年时候的北京上海 是的是吧 对对对 因为因为DC这个城 有一半人都有 将近一半人都是外地来的 所以说这个过大节的时候 一般来说这个城是个死城 你们大首途就是那样的 这有意思 这从来不知道是吧 是 我家里说 我们11月3号直播的时候呢 毕竟我们失误这么多次了 我们一定会从事物中学习 希望这一天能够满足大家 就是尽量 那又miss掉几分钟 就正好讲这个时候 又miss掉 好像没有什么 没说什么 没有他提了 然后拜登把他躲过去了 拜登就说 not true 我没拿钱 然后马上就转到川普 那个只交750块钱税这上面去了 对对对 就反而攻击 反过来攻击川普 那那那那要我说川普 应该我应该一个劲回到这个主题上来 对啊 就川普很愚蠢的去解释他的税的问题 我当时在群里我就在 我怀疑是不是和那个 川普非常愚蠢就是说 但你不要跟他 不根本就不是在谈税的事情 你就马上带回去 应该是 然后他就是很愚蠢的在解释 但是川普也很聪明啊 你看我看他讲的那个 说他移民的时候 把移民法的时候 把那个父母亲和孩子分开 他一下子想这个笼子的概念 一个就是谁笼子 笼子说你造的 对对对 这个笼子其实根本就无所谓谁造的问题 对不对 这个造就造 谁造的都无所谓 但他这个反过来一个劲就回到这个问题 而且还回到弄得 弄得拜登还没话说这个事 那逼着那个拜登要主持人问拜登 笼子到底谁造的 对呀 可是如果抛开这些 网络造的又有啥不对的 网络造的也没啥不对 大家就 我就这个其实刚刚好是这个辩论 让人特别失望的地方 就是大家其实真的都是 patty little的那些不重要的事情 然后对这个政策本身 其实偶尔谈几下 大家一下子还是能看出来 那个分歧在哪 但是这个真正需要辩论的事情 总是不能不展开说 你说真的拜登他讲到这个移民的时候 他就非常痛快的就说 我们这现在这个一千多万的人是吧 我们就得给他们一个citizen的这个待遇啊 那这个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答应的一个事情 对吧 这是一个非常有分歧的 然后contested issue 不是说简简单单的对和错 但是这个事情为什么不能好好的说一下呢 一说就说到就是笼子的事情 一说就说到就是各种鸡毛蒜皮的事情 都是非常肮脏的其实 其实每一个计算呢 他都有很多的细节 我们这些细节想要跟别人解释的非常的清楚呢 其实一方面也需要别人有一定的常识 同时也需要给一定的时间 就比如说你今天要让我把19号提案展开来 详详细细的来跟你讲他的历是什么 他的必是什么 或者是究竟是哪些人想要让他通过 原因是什么 我得花很多很多的时间 但是一般的人呢 他们就想要痛快 他没那么多的耐心 同样的像移民政策啊 这些方面 其实有一条就是说 川普在执行奥巴马时期的移民政策 那么这一点本身来说呢 是一个基调在那里 也就是说移民政策本来在那里 川普并没有制定新的移民政策 只不过他在执行的方面呢 他多加了很多的执行层面的一些的这个力度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其实谈论的就不再是当时的政策怎么样 而是为什么不执行 那么这些很多的这些的层面的东西 你如果要展开来讲的话 那么其实时间会不够 而且呢大家都会觉得 这个彼此之间太舒呆之气 怎么样能够抛出一个 非常能够戳到对方的这空点的地方 然后就是马上就立竿见影的出效果 把对方给堵个气急败坏 这个就是好像现在的这种的辩论的杀手锏 这可能跟电视辩论这种format也有关系 你只有两分钟时间对吧 两分钟时间 你一个问题都展不开说 所以就是朝核问题这么大的事情 然后简单到就是说 你居然和一个流氓 你要把它合法化 这不是也是一个非常令人悲哀的事情吗 就是大家真的看个热闹 我们也就是说个热闹 什么事情也解决不了 确实是 90分钟要说六个大的艺术 其实真的是完全不够 一个才15分钟 一人说两分钟 剩下了再crossfire一下 其实根本就时间不够 而且他的时间分配的也不平均 第一个问题 Covid就是花了27分钟 就是完全两个section的时间 是是是 所以到后面的时候主持人也在说了 我这完全没有时间了 所以就就是他们要回应的时候 其实很多回应就是火花要碰撞的时候 都从那砍掉了 嗯 这就是soundby的文化 这就是politician 就是只能去他的campaign 帮他写上了几句金句 你看 这白人讲这个coronavirus的事情的时候 就是啊 我不是他叫做什么 我们我们不是要shut down the economy 我们是要shut down the virus 这话有意义吗 你仔细想一想 这话有一点点意义吗 一点用都没有 就是一个漂亮话 太漂亮了 我太太就讲说 什么叫做shut down virus yeah 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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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can shut down a virus right 这太太太这个文化怎么弄呢 这个没有啊 少阳你去你跟他说 你说我学biology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shut down by virus right 哈哈哈 没错 其实virus本身来说 你要shut down virus 你就得shut down你自己的生命 virus就是一个像气酸酮一样的 他是侵入人体过以后 利用人体细胞正常的DNA复制 然后RNA的传递 然后蛋白的表达 然后组装成这个病毒颗粒 然后把这个原先的这个细胞破碎掉 然后破等于破壳而出 然后就开始进一步的繁殖 它是不管什么样的病毒 它都是用这样子的机理嘛 你说你要shut down virus的话 这个本身来说这是实际上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生物学上面的一个悖论 但是它shut down virus 它可以说它是指的是这个这个virus的传播方面 把它传播途径给shut down 这个也是 但是我也觉得很这个很遗憾 这个要我是拜登 我就说Mr.President 就这么简单一件事 多戴一戴口罩 到底难在哪里 有什么好值得政治化的 就这么简单一件事 我觉得他讲的也是不太好 但你看看过他 川普不就甩锅了吗 就是说都怪那个forge 我们不要带口罩 这个也是川普去攻击forge 也是dr.forge也是很愚蠢的 因为大部分人还是相信forge 就是或者是喜欢forge的dr.forge的 他不应该去攻击dr.forge 对他说了一个叫前一段时间 他说disaster是吧 就是对这个是很愚蠢的 就是就是没有必要受人以柄 不是他这个人就是讲话 他已经他已经不太体会出来 什么叫伤人的话和不太伤人的话 这个川普他这条真是 我觉得他可能几十年当大老板 当冠了以后 就就加上个个性 他没有这种感受力的 就是这种话是very insulting 他觉得很正常 他没有觉得特别营销 我真的是觉得他没有觉得有可能有可能 你是这么说 我觉得分析是挺对的 但是说话说回来 其实当时我觉得他接受有一次采访的时候 讲到这个科学的这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戴不戴口罩 我觉得有一个argument至少是有一点点意思 就是说这个其实还是一个contested 甚至在科学界上还是有一些争论的 还是有一些科学家 或者是说搞医学的人 认为说这个首先或者是没用 甚至有一些极少数人说 这个东西甚至是有害的 对会带来一些其他的副作用 他如果这么讲的话 就说那还可能好一些吧至少 那也没办法 因为他自己white house task force 本身也是一个含有这条建议的 所以你怎么能够反对你自己的white house 这是他的问题 那本身就是包括cdc 现在的guideline也是要你戴口罩的 对你说cdc还远了一点对吧 但是你white house task force 曾经put out的这个guideline 也不叫guideline 就是一些做measures take 也是诺喊的这条 他就是说我就是凭我自己的guts 是吧 反正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好 我不没用就没用 反正我就他也相信 肯定很多他的一些fans 或者说他的一些铁打的base 也会同意他这样的说法 因为我在生活里头也见过这样的人 人家真是不带口罩 现在是要吸引中间选民 不是base 因为你今天的目的是想让最后9%摇摆的能来投你 对吧 就是base怎么样不重要 base搞不好都已经投掉了 或者base随便你讲什么话都会投你的 对吧 对那你们还 最后就是过来吸引最后9%的那些能量 还记得就是说拜登又再一次拿出来就说你们一月的时候知道的信息没有告诉美国公众 其实我觉得这个川普回答的也不好 而且我觉得拜登这个说话这个我觉得是不是特别有依据啊 他一月掌握那些信息 我不觉得说比我们当时这些华人掌握的更多 说实话我们那时候已经非常知道这个事情有多严重了 对吧 我们都是很奇怪说 为什么中国进来的飞机根本都没有任何screening 大家大摇大摆就来了 可不是吗 对不对 你还记得Tony 你那个时候去带着你的客人去看 你说这是中国来的 但是说我们还在做节目 然后说没事吧 我们心想没事吧 这样都有啥事 但是事情可能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发生的 对吧 你拜登说川普当时你故意不披露这个 但是你说川普是不是有意 就是不要让大家恐慌 有没有道理的 也有道理 其实他们自己也在这么做嘛 Prossey跑去China time不就这个目的吗 是吗 而且当时有一个其实我觉得inconvenient的truth 一直很少有人谈 当时为什么必须得有 好像要压一压这个信息 让大家不要苦 口罩没有 没错呀 PPE不够嘛 对吧 你就是说CDC说了 从现在开始都戴起口罩来 有口罩吗 对不起当时 没有 那你说你作为总统怎么办 你就说完蛋了 我们没口罩 对吧 这是总统该做的事情吗 这也不合适吧 所以我觉得今天总体来讲 拜登有一点点贩卖恐慌的感觉 他一开始的时候讲到那个 用了一个词叫什么Dark Winter Dark Winter啊 这个是一个黑暗的冬天要来了 还要十二十万人 对啊 这有点点贩卖焦虑的嫌疑 我特别不喜欢拜登这个开场 就是说 那肯定要贩卖恐惧嘛 当然要贩卖的 那怎么不贩卖呢 你是个 我是不相信到年底还会十二十万人 因为大家都现在保持social distance 甚至也戴了口罩了基本上除了大概川普可能自己不戴 但是其他人就是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那怎么可能会再死二十万人的 而且不可能 不然你现在到12月底就正好两个半月 一天死一千人的话也暂时不到七万人了 是吧 对不可能再死二十万人 首先死亡率确实是在下降的 这个是这是无可争议的吧 然后其次就是说 确实有一些过去之前统计的一些方法 可能是questionable的至少 对吧 那个不是也有专家出来解释吗 就是说怎么就算一个病例呢 他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死了 只要他死的时候测出来 他有positive哪怕并不是这个肺部的呼吸系统的疾病 哪怕出车祸死的 他测了一下是阳性 他也是covid的死亡病例 所以我觉得说这个事情不太好讲 但是这个dark winter呢 不管怎么样 我不知道你们看过全类的游戏没有 winter is coming 这个非常的吓人的一个事情 那我们就要不就停在这 11月3号见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